这里是我去看世界 分享世界 连接世界 期待你的加入 我们一开两下 这边又有一条小河 然后上小弟同学 准备下河 下河转转 你的风鞋呢 不知道 我一会儿自己走 我先去刮鱼 去吧 走吧 准备去河边的路上 有个塞尔维亚人的工地 我们应该准备这边 盖个河边小别墅 看看他们的用料 是模板吗 没有那种大块的模板 都是用木板 干净用的狗粗 模板是不是这个 看 点到一个鸡蛋 人家隔边 鵝卵是多的是 刚刚市场 这边超多的 看看他们天间更坐 看看他们天间更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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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世界团队有问题啊 女孩子带出来每个都要缠一下这些 这完全是绿色的呀 服了我吃不了 这么青你都能吃 有桃树有枣树 真服了你们这些人都能吃 枣树应该是甜的呀 那么小那么青色 我们在国外打包的面包加肉 这什么吃法 叫鸡排 鸡胸肉 鸡胸肉 还有一份是牛肉 然后看着国内最火的其他说 然后走着山路 我们是好朋友 然后走着山路 你怎么认得住 铺里头 还是盐河走 对这一条路都是盐河走 这事情连中楼都搬出来 就是我们又不是中楼怪人 走了一半 又停下来了 一路实在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都是 经常在这 这就是 市面环山 然后那个 半着河 然后周边没什么东西 反正前面就有个地方聚集着很多人 很多人 他们就这么生活着 他们买次物资 不知道 可能要开好几十公里吧 比较不方便 很多很多这边这种半河的小别墅 对面应该就是薄黑了 就是应该是以一条河为界 以河为界 然后旁边是沙威亚 旁边是那个薄黑 这边平原比较多 南部还算多山了 北部 北部那个 平原更多 然后河为坡丁 是那个全世界最 地上大的河河地 不能什么都说 全世界最大 刚才看到好几家 这几家里面都种的大棚 不知道种一些什么植物 他们这边国家 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以农业 沿途经过 沿途经过 那个临终 河上小屋也是 这个 这条河上 这条河上 这边因为环境好 所以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蜂蜂 沿途看到很多 很多蜂蜂 所以这边蜂蜜 刚过来两天朋友就说 都说蜂蜜带一点回去 看来这边蜂蜜很出名了 看这环境蜂蜜也生活的开心 蜜蜂也生活的开心 蜜蜂也生活的开心 不是蜂蜜也生活的开心 哪里都有人他们就这么生活 这一块不知道种的什么 沿途很多 难道是葡萄吗 不像 很密集 不知道这个植物是什么 沿途非常多 那边那个是什么植物 这些家庭都可以下去了吧 都是随时可以接近 我找个地方 下去 转转 路况超级好 难怪那个康哥要推转 推推推推建这条路 路很好看 我问一下问他能不能去河边 他马上开门要带我们家 一路一路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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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一路 好玩啦 好玩啦 这边好多果树啊 好多果树 葡萄树 葡萄树 这个房子外墙还没有转积 你来拿 我看到银口了 你给你接着 拔不到了 集成 饮河 哦 这边也有一户富人家庭 他们就躲在这边 就这么生活着 叫 叫叫 这不是也有小屋吗 就是跟当时看那个深层污扰 就是那个横中 那边有这种小屋 感觉跳不住 跳跳 你这么够高了帅 所以说昨天那个时候去木头村刚刚好 咦 看右手边 羊 小羊都在休息啊 喵 喵 怎么叫 羊应该怎么叫 喵 羊都不会叫了 我们第一次贴近河边最贴近河边的直接要下水了 哇 可以下去吗 你够不着 腿太短 好美啊 好美啊 哇 这个倒影好漂亮 水 Lun Sang 唱歌 很多人都不会没有 洒满了湖面 两个人的篝火 照亮整个夜晚 多少年以后 如云般游走 那悲欢的脚步 让我们爱牵手 这一生一世 有多少迷落 被吞没在月光 入睡的夜里 多想某一天 往日又重现 我们流泪忘返 在悲伤不怕 这里是桑点康 我们正在音响时间 人间时间 更多旅行视频 小小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